第四集主要延續第三集 確實來到第四集更加困難 因為我最著重的是打的理由 將打變成硬如落 我覺得不會是一步好的練武 練武的人的正義感 其實除了強身健體之外 他應該要有一份正義的責任 或者對社會的責任 見到不公義的事情會走出來 夠了 八爺是前輩和大師級的 在這個設計方面完全不擔心 他一定會有新的東西給你 八爺很嚴格 他會把一個鏡頭拍到最好 拍到最好的那個時刻 無論角度、氣氛、鏡頭 是一個有驚喜的一個電影 這件事是很難不得的 這部就文春對太極 空手道、自由搏擊、混合體 工作室一定是漂亮的 還有文春用什麼手法破它 用什麼招式破它 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單手跟單手對打 這個是從來夜問前三部都沒有 一件很驚喜的經驗 一件很驚喜的 因為你一直追隨Yu Muopeng 或者一直追隨Yu Muopeng 或者一直追隨Yu Muopeng 你一直追隨Yu Muopeng 你會發現 你會有兩位傳統 你會有兩位傳統 現在沒有什麼好處 比Ip Man 當時關於武術藝術 他的速度 他的速度 他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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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震了我 尤其是我自己比較追求那種近似真的打鬥 還有拳員隊肉 往往拳來角往我們都挺狠 我們兩位傳統 我們一半的 請記住